我是燕翔 不知道大家跟我有没有一样的感觉哦 国际情势很乱啊 这星期的雨又一直下个不停 心情就是很阿杂 人跟房间都快要发霉了 幸好听说228连续假期会放晴 那就先预祝大家有个阳光假期 想说假期前就先来个几分钟的DJ有事吗吧 今天美股的段落我想讲的简洁一点哦 因为这几周的大师还是围绕着恶物的情势 还有三月中的联准会利率决策会议哦 在这个之前呢 美股大概比较难有一个像样的反弹啊 那这个部分呢 前几周都说的蛮多了 就容许我把这一周更多的焦点 放回于我们身在其中的台股哦 台股这周我们选出来 开始有资金流入的热门族群呢 第一个是钢铁这一整挂哦 刚好这个族群呢 也是我们年前原物料专题有特别提到的 若以钢铁的次族群来细分哦 我们团队是认为呢 供需跟题材面比较有亮点的 一个是不锈钢 一个是板钢 因为不锈钢的重要原料镍 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哦 这次俄罗斯呢 其实也是全球镍很大的产出国 大概占全球生产了7个percent哦 那俄物关系的紧张呢 当然也带动了国际业家的强势 那如果以需求面来看呢 则是有各国的基础建设在支撑哦 像华新啊 张元啊 允强啊 新钢啊 大成钢啊 这些公司呢 第一季的利差都还有放大的机会 可以持续性的关注 板钢上个礼拜看 三月份的盘价已经开始起涨了 涨价的气氛 有机会延续到第二季 中钢 中红 叶辉 新光钢 都是属于这个族群的 股价也比较活泼哦 不过啊 当然上游一涨价呢 下游一定就会出来喊苦 那操作这个族群的投资人呢 接下来要观察的就是涨价之后呢 下游下单的状况是不是会受到影响 不过从目前看起来呢 气氛上还是对于涨价比较偏向有利的 第二个热门族群 也是我们大小市曾经介绍过的 那就是飞机零组件 这个族群呢 比起航空类股更为的神秘哦 不过它同时也是具备了 以后付出的色彩 我们团队特别关注的是波音737 MAX的供应链 这个机型呢 其实2019年就因为空难被美国政府要求禁飞 很多供应链过去几年甚至一张单都没有哦 不过去年第四季 这个机型就已经获准了恢复商业飞行 而且因为单走道的特色 造价比较低 在全球航空公司可能都还没有完全恢复元气 跨座飞行的需求也还不大之下呢 比较能够符合航空公司换行机的需求 负责737 MAX机身结构 股票代号4572的助容 受贿程度会最高 后续包括2634的汉翔 2645的长荣航太 6829的千副精密 3004的风达科 4541的陈田 8222的宝一 也是单走道飞机发动机 LIP的供应链也会受贿哦 那在业绩的表现上呢 他们是认为下半年会比较明显 那业绩也会期待呢 在两年之内营运能够逐步回到疫情前的水准 第三个透过XQ选出来的热门族群 也是比较偏向防御 过去股价的走势也很容易跟大盘逆势的 也就是医药产业哦 这一类的族群包括西奥制剂 药品通路 过去一周都有新资金的流入 西奥很多是靠新药 还有特殊全民药股一些消息面的支撑 包括4192的信国 4743的合一 1760的宝林 1795的美食呢 过去一周都有不错的消息 那药品通路也是我们之前介绍过 6469的大数 股价也重新回到了这五个月来的高点哦 反映的是市场对于鼓励政策 还有后续展验的一些期待 不过我们要提醒投资人的是 套具业内常常说的啦 新药的评价跟操作涉及的水都非常的深啊 不见得适合每一个投资人的风险属性 投资人如果想要介入这个族群呢 已经能够开出获利的美食 或者是几年营运能够稳稳每年创高的 1720的升达 虽然不见得股价跑得最快 应该是同类族群里面相对比较稳定的选择 最后就是我们帮大家选出来的下周大事 电子产业有面板厂的群创 工业电脑的研滑 IP厂的M31 强顾电脑的神机 记忆体的群联 电源厂的群电都要召开法说了哦 这些都会释出对今年的展望 那搭配技术线型来看呢 神机跟群联都是这一波非常非常抗跌的哦 那神机今年比较可以期待的题材 应该是工业应用以及车用意后的复苏 那群联呢则是受惠于凯霞跟WED工厂 之前原料受到污染的一些影响呢 整个Namflage的市场低级的跌幅 是有比市场预期来的低哦 那三月有机会开始涨 那目前市场是估计呢 整个污染事件可能会影响产出 一到一个半月 那全年的产出会减少四到五个percent 那对于改善整个市场的工作愈求 都是有帮助的 那群电这家公司呢 我们团队也有特别的点出来哦 因为这家公司呢 不仅是有一些殖利率的保护 而且今年呢 公司除了在笔电的电源供应器的市占率 有机会持续提升之外呢 它也已经晋升了这个新链的主要供应商 还成功开发出第三代半桃体氮化家的 笔电用的电源 而且已经导入了一线客户 那接下来这家公司呢 是希望靠新品啊 还有新客户 还有在笔电市占率的提升 今年还是希望维持营运双位数成长的目标哦 那另外就是群创了 那群创看起来呢 股价好像有在这附近想要一些打底哦 那法售会市场关注的 应该还是面板接下来的后市情况如何 还有它接下来的鼓励政策 那最近一期的报价呢 我们记者是回报呢 只有32寸电视面板的价格有些止跌 那资讯链的监视器的面板的价格呢 其实还是持续性的往下探哦 那接下来终端的消费应该会是支撑面板价格与否走势的一个重点 那传产下周呢 金控股又会有另一波的法说开始了 管股行货的第一金会在三月初 不过重头戏呢 还是月中前后的受险金控 包括富邦金哦 股民还是非常的期待 老板能够承诺大方的发鼓励哦 传产里面呢 联发国际也就是歇脚停 下周也会有公开的活动 公司因为在美国的占比相对比同业来得更高 在美国逐步解封之后呢 今年的展店会明显的加速 以上就是这一集的DJ有事吗 希望对你的投资有帮助 最后听说我们最近单集的月听人士又开始往上爬咯 只是留言的数量看起来好像还没有跟上 答应我们有事没事就上来打个卡点评一下 最后祝大家廉价愉快 下周见咯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